紐約市長Eric Adams目前正處於聯邦賄賂指控的風波中 儘管如此,他依然堅持領導這座城市 市政廳內部自此事件以來已有多名官員辭職 Adams正努力維持公眾對他的信任 近日,Adams前助手Mohammed Bahe 因是嚴幹與證人銷毀證據和妨礙調查被逮捕 並受聯邦法院起訴 聯邦調查局表示,這個違反了聯邦競選資金法 在多起聯邦調查的壓力下,Adams試圖穩定市政廳的局勢 Adams提拔了Maria Torres Springer為第一副市長 得到包括一些市長批評者在內的人士的讚譽 紐約州長Cathy Hockel星期三表示,正在與市政府合作穩定局勢 並保持對最重要事務的關注 儘管面臨下台的呼聲 Adams依然堅稱自己無罪 並表示計劃在明年繼續競選市長 Tina維士記者編輯報導